其实这件事的内涵 其实我们追溯到 从我们小英总统 就职演说 他谈到六大战略产业 到双十国庆的时候 他讲到说 我们台湾要全方位的 投入供应链重组 到这一次的台美的 那个经济繁荣对话 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非常有一贯性 那一贯性我想在分析 这一次那个MOU的意涵之前 我想那个主持人知道 就是其实在前一天晚上 就是APEC的经济领袖会议 那其实我觉得 当然这一次是我们 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庄某张创办人 代表我们台湾 参加这个领袖会议 他其实讲到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这一次的台美的对话 是互相呼应的 就是我们张庄某张创办人 讲说全球 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 单一的经济体 能够拥有完整的 数位科技供应链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 能够完完全全的掌握 一个完整的一个 数位科技的供应链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未来 尤其是在自由世界国家 那个合作联盟是一个必然 那必然来讲 当然就回到我们这一次 讲到台美对话里面 其实有一块就是谈到供应链 那这个供应链 当然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主要的优先的战略 合作的项目就是半导体 那我觉得半导体 其实台湾真的是 其实今年台湾半导产业 非常好 其实去年台湾半导产业的产值 大概差不多是2.66兆新台币 今年大概已经是突破过去 大概十多年 单年年度的营收成长 我们讲做Year of Year YOY 今年我们预估大概是 20.7%的成长 相对去年 5分均匀 今年大概是 应该可以达到3.2兆新台币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一件事情 然后那还有一个关键 今年大概如果我们达到 3.2兆的新台币的产值 台湾大概占全球产值多少 20% 当然这20%里面有10%是 几乎完全是台积电贡献 美国占多少 美国占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产值 将近43% 也就是台湾加美国 几乎占了全世界 三分之二的半导体的产值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我们台美的经济对话 选定了半导体作为战略合作的优先项目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这个清楚其实对台湾来讲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对美国长期来讲也非常有意义 基本上当然 其实这里面谈到供应链还不只是半导体 您刚刚也提到5G 甚至未来还有6G 还有就是能源 能源部分其实很多也跟 未来的新的半导体会有完全的一些链接 那其实这个部分对台湾的产业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第一个其实当然台湾现在我们半导产值那么强 但是很多的周边 譬如说设备 譬如说材料 其实都还是要靠很多国外的一些主要的企业 不管是美国或者日本 但是刚才嘉隆秀我提到RCEP 其实我们经济部也很定调 就是我们面对了RCEP 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解方是什么 两件事彼此互相有因果 一个还是台湾从护国神山所带出来的半导体产业 第二个就是未来有一个新的载具 从手机之后的重要载具叫电动车 这两个其实也是彼此有关联 那为什么based on我们的半导体 会是一个RCEP的解方 其实就是可以引导 譬如说我们很多的主要的传统产业 化工业可以导入到生产半导体的先端的材料 工具机业者可以开始从原来的工具机 到开始帮LCD 然后开始进入到半导体的供应链 所以基本上其实虽然我们面临到RCEP的一些挑战 但是台湾整个半导体产业可以不断的 以我们的制造的一个非常强的领域 慢慢扩大让很多的电子材料 让很多的设备 然后很多的周边不断的在台湾落地 我觉得这个部分 然后去支应我们美国老大哥很多的一些系统的品牌厂商 这些部分其实几乎全部 其实台积电一家公司 美国的一些不管是无经验厂IC设计公司 还是系统厂商 占台积电的营收是六成 这个六成 大概几乎所有的美国的一些一些晶片设计业者 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明确 台美的经济对话 真的我觉得选择半导体 是一个对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未来会有很多的一些可以期待的地方 师老师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在台湾有些传统产业 但我们半导体产业带龙头 但有些传产他们一直希望说怎么样升级 因为产业升级并不容易 那之前一直提到说想要透过像 一些新的科技这些东西去创新传统产业的一些运作 不管智慧制造或者说一些客制化等等 所以您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您看到有没有一些正面的迹象 来鼓励大家在传统产业方面 以前台积电从成立开始 一直都以Intel为要追的对象 现在它已经看不到前面了 它就是领头羊 它就是龙头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在未来长期半导体的制造 它是有非常领导的话语权 这话语权代表什么意思 未来的半导体厂里面的产线 的一些先进的制程 基本上台积电已经没有人可以去追踪 去学习去标杆了就是它 所以基本上它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些国内外的业者去配合它 它很清楚知道一个先进制程发展的未来 五年十年它会有哪些痛点 怎么样提升它的良率 怎么样导入先进的一些科技 它会去开出很多规格 而这规格其实在过去一两年很清楚 很多规格开给了国内业者 其实国内业者以前是没有办法听得到 那么多重要的一些半导体制程的发展方向 但是今天而且未来很清楚 国内业者越来越 台积电都会下指导器 然后台湾的业者还真的是争气 一步一步不管是先进的材料电子材料甚至设备 都开始甚至关键林主席都开始解决了台积电 它的痛点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九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